我們看第三題 他會現在有賈一瓶三個人猜拳 撿掏石都不來 第一個他會說 恰一人得勝兩人輸 那種紀律都長了 這個紀律我們這樣想 可能是賈聖、以聖、贏聖 就有三種情況 我們假設是賈聖 那賈聖的時候 賈聖的時候 他有可能拆剪刀聖 有可能拆石頭聖 有可能拆布聖 所以也有三種情況 那三種情況的紀律是一樣的 那就以一個當代表 比如說他是出剪刀聖 甲出了剪刀聖 甲出了剪刀聖的話 這個紀律多少 甲出剪刀的紀律是三分之一 但是如果甲出剪刀的話 那儀柄一定要出布 那甲才用聖 所以儀出布的紀律是三分之一 所以這樣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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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乘3再乘多少 3乘1、2、3 這個是三乘方法 所以算出來是三分之一 所以算出來是三分之一 我們知道猜拳的時候有三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一個人勝、兩個人輸 一個人勝、兩個人輸 那他的紀律是三分之一 或者是說兩個人勝、一個人輸 那這種情況的話事實上是一樣的 他紀律輸也是三分之一 那另外一種情況是不能決定勝負 一個剪刀、一個石頭、一個鋪 有這三類情況 第二類情況的紀律是三分之一 第一種情況的紀律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第三種情況呢 不能決定勝負 當然是三分之一 因為全部加強成一 所以你馬上論斷說 第二體他的那個紀律是三分之一 或者我們也可以直接算 那直接算的話 那怎麼算 直接算的話呢 就一定是剪刀、絲頭、布 剪刀、絲頭、布 夾衣品 剪刀、絲頭、布 他剪刀、絲頭、布 他剪刀、絲頭、布 就不能決定勝負 不過這剪刀、絲頭、布 他有可能是他剪刀、絲頭、布 所以等於是剪刀、絲頭、布 我做排列 所以這個是三階層 那乘以多少 比如說我定某一種情況 剪刀、絲頭 踏出剪刀的紀律是三分之一 同時 踏出布的紀律 剪刀、絲頭、石頭 踏出石頭的紀律 是多少 也是這個三分之一 然後踏出布的紀律也是三分之一 然後踏出布的紀律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這樣的話總共有幾種情況 總共的話就是三階層 這樣是等於三的三次方 三乘二 那這樣算出來的話就 剪刀、絲頭、布 剪刀、絲頭、布 剪刀、絲頭、石頭、布 還有一種情況是不能決定勝負的 什麼情況呢 全部出一樣 全部出一樣 所以還在加 全部出一樣的話有三種情況 比如說 剪刀、剪刀、剪刀、石頭、石頭、布、布 有三種情況 再次說 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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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 所以是三分之一的三次方 有三種情況 剪刀、剪刀、剪刀、石頭、石頭、布、布 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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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兩種思考都可以 這個是比較直接 比較直接有時候你會錯 像剛剛的話 就差一點忘了這一項 忘了這一項就算了 你或者是用間接思考 間接思考的話就是說 一個人勝的跟兩個人勝的機會是一樣 因為這是成對應 就是說 我如果是一個人勝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剪刀 那就是布 兩個人勝的話是這個樣子 剪刀 布 所以情況事實上是一樣 只是你把箭頭 把它弄顛倒而已 所以一個人勝的跟兩個人勝的機率事實上是一樣 所以兩個答案都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恰一人勝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恰兩人勝的機率也是三分之一 不能決定勝負了 當然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他會不會再說 所有人勝負了 有一個人勝負 但我們會不會再說 那麼多人勝負 感谢观看